中華跆拳道代表隊即將迎來本屆杭州亞運的正式賽程 多數選手的分組簽表也已經出爐 跟教練團所預估的結果相去不遠 選手們也已經做好萬全準備趨勢待發 我們現在簽表都是用排名的嘛 那大概我們在他們計算到的日期時間 跟我們一計排的都差不多一樣 現在狀態就滿興奮的 因為畢竟延期那麼久 然後八強是對到物資別的選手 然後他的速度很快 然後就有在分析他的打法 然後他的優勢是他得分 他上段得分比較好 所以我就是比較注重會在防守 上段防守的方面 我這次打67公斤的量級 然後因為我是跳量上來打 雖然我可能重量比較輕 但相對於這是我的弱勢嘛 但我的優勢就是因為我比較輕盈 所以我速度可能就會比較快 對 這是我的優勢 就是終於要打 就是因為延賽延太久 想要快點比完 然後快點結束他這樣 目標還是金牌 把氣喊出金牌宣言 至於在東京奧運摘下銅牌 本次亞運也被視為 奪金熱門的羅嘉玲 對於簽表排序也早有準備 唯一的隱憂是先前試錦賽過後 就不斷影響著他的疲勞性 骨折傷勢 讓他狀況 死好死壞 現在就是死好死壞吧 對 但是就是有在積極的做資料 所以也有時候會 狀況會好一點點 所以就是盡量以 不要太嚴重太痛的狀況下去比賽 對 最近這兩個月的時間 一直在保護性的訓練 就是不能讓他傷勢加劇 但是因為他比賽太多了 因為要拿奧運幾分 然後又遇到亞運那麼重要的比賽 所以說我們就是 在保護訓練之下 然後讓他盡量的可以去場上發揮 在確保不會加重傷勢的狀況下 努力將自己完全發揮出來 羅嘉玲在正式比賽前 還有一個重要任務 那就是要和游泳好手王冠宏 共同擔任本次中華隊開幕式的掌器官 當下聽到就是 要受要擔任掌器官的時候 其實就是蠻緊張的 對 但是也很感謝就是大家 就是這樣支持我們 就是可以很有榮幸 可以去擔任這次的掌器官 對 那就是希望可以把開幕的 這個掌器的部分做好 然後不要出錯這樣 對 嘉玲你也太客氣了 相信你絕對沒有問題的 期待這位國民女友 在開幕式的表現 更期待他之後 能在亞運賽場上躲得佳基 我來提到黃如宏林志武 杭州採訪報導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PSocial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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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